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我們下主委 下主委 張委員你在在後面 你在政天才後面何欣純 何欣純後面的力 主委辛苦了 這個為了 馬錫慧 這段時間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因為 事前這麼多的 努力 事後這麼多的責難 你的感想如何 我覺得很遺憾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會面 而且也把我們雙方的 立場說得這麼直率的 完整的說出來 結果好像 讓很多委員 特別是很多委員的感覺 我們好像有失職守 我覺得非常的遺憾 你在外交的一個 這個領域很久 你在美國也很多年 在美國也很多年 美國的總統 從 從過去到現在 這個 要去見任何的其他 國家的 這個領導人啊 無論是總理啊 或者是總統啊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 領導的一個名稱 到底他們在整個 在國會這個程序方面 到底是如何 您所知道的是怎麼樣 我想在籌辦的過程當中啊 一定是要極度的保密 以維護總統的這個安全 我想除了不只是總統啊 可能正要的這個訪問啊 包括我們國內我想很多政治人物出去 其實都是要作業做到最後 成熟了才可以對外宣佈 宣佈的時候也許需要 需要知會國會的這個領袖 讓他們了解這個行程的重要性 我想直到此為止 並不是說要他們同意 特別是我想在這個 諮商的過程當中啊 要極端的保密 因為如果有 稍微有洩密的情況 可能會讓整個行程啊 曝光而失敗 在過去啊 這個 美國跟這個 這個俄羅斯 俄羅斯叫什麼 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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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跟這個 中共 在過去 在還沒有這樣的一個 非常 互動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的時候啊 不管是那個時候叫冷戰還是什麼 他們的這些 一個要見面的這樣的一個 前面的過程啊 你覺得 跟現在 在馬習慧這樣的一個 完成之後 他們在 我說在他們 以美國 國內的一個 你所了解的是如何 在籌備的階段啊 我想跟我們是一樣的 要極端的保密 嗯 而在正式宣布以後呢 我想我們公開透明的程度 跟國會諮商程度 也是類似的 我可以再另外舉例 像當年 李登輝總統到康奈爾的時候 也是準備到了最後 忽然之間宣布的 這是一定是如此的 因為在籌備階段 不可能做一點事情宣布一點 或者跟國會 或者跟委員報告 一定是成熟了 我們才按照程序來做報告 在當時啊 這個美國 跟這個中共 或者是跟蘇聯 見面他們的領導人 見面之後啊 當時的話 以中共的話 那時候是誰啊 美國是誰啊 總統啊 是 美國是誰啊 對 應該是尼克森 尼克森 尼克森 他回來之後啊 這個 當然兩個不同 我們台灣跟這個 跟這個中國大陸 畢竟 這個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 但是也有很多 他必須去 特別考量的地方 才會有所謂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 是 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從你一個 當然我之前都跟你講過了 我相信你也非常了解 從一個 負責外交的一個工作的 到這個 負責兩岸關係這樣的一個工作 是有它很大很大的不同 但是 基本上 這是一個突破 這是一個突破 因為雖然你這段時間 這個面臨 很多的一個 心境 不同的心境 但是我是覺得 還是要 肯定自己 肯定自己 因為畢竟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的 如果那麼容易就不用 就是因為不容易 也才會 得到各種不同的聲音 尤其是在台灣 台灣自稱為是一個 民主的國家 但是有時候 很多的 很多的狀況 很多的事實的一個 呈現 卻不是那麼民主 卻不是那麼民主 就如同 這個我在上禮拜也特別提到 我一再地提 既然這個 我們都很關心 就讓總統來立法院 來去做一個 國情的報告 這個事實上 但是 畢竟在上禮拜五 所呈現的 確實不是這樣 也不會依相關的法律 無論是從憲法 或者是這個 從 立法委員之前行使法 的相關的規定 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定 而所謂的民主 就是最起碼的法制 對不對 依法 不管是政府 或是人民 或是民意機關 都要依法 除非這個法修了 所以這個 國情的報告 這個是我在上禮拜三 當然你不在場 你不在場 你那時候在這個 去跟立法院 王院長等相關人員 去做報告的時候 我在這裡就提議 就提議 其實不應該在這個 這樣的一個層次 我認為一個重大的馬席會 事後的一個報告 最起碼是要行政院院長 道立法院來報告 另外後者就是依照憲法的規定 由總統 來親自向道立法院做一個國情的報告 那至於這個報告之後的相關的規定 就按照依法 何況有法 如果沒有法 當然再去做 建立新的慣例 所以這個部分 很可惜 台灣很多的 不管哪一個政黨 很多都說我們台灣是一個 民主的國家 事實上還是差很遠 在我認為 因為從我過去 這幾年來 從過去在政府機關公務人員的一個服務 到立法院這三年多來 更是 更是 這個 見證了我們台灣的民主 所謂的民主 所謂的民主法制 還差得很遠 不論是你的業務的方面 譬如說服貌 對不對 這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規定的清清楚楚 該怎麼規定 該怎麼程序 該怎麼樣的程序 其實是規定的清清楚楚 但是就是可以 可以改變 就可以改變 而甚至還必須要修正之後 我們講依法行政 通常都是 法律不授及既往 除非有特別的 特別的理由 何況到現在為止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都還沒有修正 都還沒有修正 還是 以 以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請問夏主委 這個 國民黨執政的這幾年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有沒有修正過 有修正了很多的條文 有三讀通過嗎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98年修陸配的 我是說就整個協議 兩岸協議的這些過程的程序 有沒有修正過 都沒有修正嘛 過去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作為一個台灣的原住民主 真的是看不懂 真的是看不懂 當然也許這就是政治 但是政治也不能 離開這個法治太嚴 所以這個部分台灣意思自稱是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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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跟大陸講我們的民主 如果翻開這些民主的 被認為非常民主的這些程序 恐怕大陸都不願意當民主國家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我們 這個台灣的人民 怎麼樣去 去把自己也要提升 把自己也要怎麼提升 到底民主法治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看不懂 這個我上次 也是在這裡 那時候是盟障委員會 預算審查 也是一樣啊 我們的行政院組織法 行政院組織法已經沒有盟障委員會了 這個99年就 民國99年就公佈施行 我們竟然可以一直到現在還有盟障委員會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都是我們 還有很多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而這種 所謂的民主 真的是我們還差很遠 我是覺得這樣 好 這個剩下沒有多少時間 因為這麼重大的馬席會 根據報載啊 因為今天的諮詢 我沒有聽到 你是在閒聊的時候 馬席會的促成 的一個起源 我想不是促成 起源 起頭 談到兩岸之間的互動 經過兩會到事務所長 應該可以有再往上提升 水到渠成應該可以 是閒聊的時候的一個起頭了 這個很好 所以就是要見面 所以就是要見面 沒有見面就是 大家就會認為是 什麼話都用猜測的部分 都用猜測 所以回歸到我很關心的 上次你閒聊過啊 我不是閒聊的時候提 我那個是正式跟他講的 正式提出我說我們很多 原住民的委員非常關心 而且原住民提到 不只是在原住民的地方 甚至於在台灣很多地方 都有著核廢料的問題 對 以後 希望你繼續去 尤其未來有熱線的時候 未來有熱線的時候 你就跟張之君講 我昨天又被鄭田財委員 只選了 他又一再提 一再提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接下來請何欣存委員 何欣存委員 何欣存委員不在 張慶忠委員 張慶忠委員 張慶忠委員不在 陳淑慧委員 陳淑慧委員 不在 陳超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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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許天才委員 許天才委員 不在 陳歐珀委員 陳歐珀委員 不在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不在 許淑華委員 許淑華委員 不在 管 langsam委員 不在 楊瓶應委員 不在 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 不在 陳碧涵委員,陳碧涵委員,陳碧涵委員不在 所有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 其餘均已發言完畢,尋答結束 委員張慶忠、徐欣寅、林昌敏 所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單位另以書面答覆 本日會議委員所提質詢 未及答覆部分,亦請另以書面答覆 好,上會 在報告中央署的屬於